现在我们看看厕所流出有多严重 你看,不停不停地流出,真的十分严重 去换东西之前,我们要先关掉水锯 好了,水锯已经扭住了 然后打开盖子 接着,我们要将有问题的去水锯组件拆出来 接着,我们要用螺丝批,尽量扭 扭松它 千万不要扭出来,扭松就可以了 好了 接着,我们将底座轻轻地拆出来 对了 这个锯组件已经坏了 这个锯组件已经有少少裂了 放进去之前,我们就将这个 用螺丝批,扭扭扭扭 扭到有足够的地方可以把这个锯组件 把锯组件的锯组件放在里面 但是千万不要扭扭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放进去 现在已经放好了 这个锯组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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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在水箱的下面 那我们先把锯组件扭住 这个锯组件 下面的锯组件 下面的锯组件就不会移动 好了,看到这样的锯组件 它开始 处理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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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扭住它 好,扭住了 好了 接着我们就将第二部分放进去 这个很简单 一卡住就可以了 好 那已经卡住了 好 换完之后 我发觉 那两只锯组件 可能长了少少 它们经常顶住 开关键 所以水就继续这样放水 那我们再调短一点 那只要再扭 入一点就可以了 好,试试 咦,现在就好多了 那我们试试冲水 没问题 好了 那厕所水墙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 那节目做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